肚子餓了 從回轉盤上拿下一盤鮪魚副壽司 轉一轉真的好傻眼 這生魚片搏到像張紙 民眾拍下來PO文說 這也太沒誠意了吧 搏成這樣測價有意義嗎 根本是在展現刀工而已 這是怎樣肉太小嗎 覺得小還好 這是要新鮮啊 如果不新鮮就不行 20塊 那是有點貴啊 40塊錢 魚一片嘛 整片的關係 那可能切的時候 大小一定會不一致 就當作運氣可能比較不好 也有民眾說 現在東西越來越少 價錢卻越來越高 還有人說這刀工確實非常細膩 實際到店裡 點兩盤一樣的品項 厚度大約0.3公分 沒有明顯太薄的狀況 不過兩盤生魚片的厚薄度 大約有0.1公分的落差 切得厚薄不一 對此業者表示 會跟當時店鋪的主管確認 不過水產業者也透露 像是黑鮪魚 本身就是單價比較高的食材 相較於鮭魚 每攻擊價錢高出三倍 比起去年 雖然有些微的漲價 大約一成 但是是還漲狀態 三家連鎖壽司的鮪魚 副壽司比一比 其中一家 雖然生魚片只有0.3到0.4公分 但一盤有兩罐 總共40元 另外兩家生魚片厚度比較厚 但每盤只有一罐 而且每盤價錢80元 事厚事薄 每個人有不同看法 只是花了錢 和期待的有所落差 消費者難免會有些失望 TVBS訓練張米如仲 宣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